万众瞩目的习拜会今早终于上演 那这是拜登上任美国总统以来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视讯会晤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中国和美国近期因为台海问题 贸易等敏感议题频频在过招 那这一次的峰会也被看成是 两国紧张关系降温的一个关键点 而在将近四个小时的会晤当中 双方都针对台湾课题阐明了立场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拜登明确的表示 无意和中国发生冲突 也不会寻求强化同盟关系来反对中国 美国政府将会持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希望台海地区可以保持和平稳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强调 在台湾课题上 美国有一些人有意要以台制华 台湾则有一些人以美谋独 这是十分危险的趋势 就像是在玩火 而玩火者必会自焚 习近平也指出 中方愿意以最大的诚意 以及尽最大的努力 来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是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挑衅逼迫 那甚至突破了红线 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除了谈及台海问题 习近平和拜登也在视讯会晤的开场演讲当中 双双强调 应该要维持稳定的中美关系 避免冲突 全球关注的习百会今天登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开场时互相释出善意 习近平更是以老朋友称呼拜登 可能我应该开始更坦白 虽然你和我都没有那么坦白 看到老朋友我感到很高兴 不止如此 两人也不约而同地强调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性 习近平指出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必须要承担各自的国际责任 加强沟通与合作 确保两国能够合作共赢 这也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对动中美各自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包括有效应对气变 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 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至于拜登在开场这次实业强调 身为国家领导人 他们对两国的民众 甚至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 因此他的目标是确保两国之间的竞争 不会突然演变成冲突的局面 我之前说过 我们的财务是 我们的财务是 我们的国家和国家 保证与我们的国家 不断争争 即使是意义或不断争 只是简单的选择 针对这一次的习拜会 有媒体就在分析当中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巨轮论 指中美是两艘在大海当中航行的巨轮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场白当中则形容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主要领导人 这显示习近平和拜登 对中美关系的界定 已经稍有改变 而这一次的会晤也标志着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缓和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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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